这是一扇元代的大门 推开这扇门 我们就会进入元代民俗壁画的殿堂 197平米 满臂的线条和色彩 我被美包裹着 那是一种生动的美 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呈现了元代生活真实的美 这里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大型元代民俗壁画 是我们能看到的真实的元代生活色 这些壁画汇于元太定元年 那一年元太定地登基 各地天灾不断 许多地方爆发了饥荒 山西赵城县的霍山脚下 工匠们用画笔在水神庙中 描绘出了风调雨顺的期盼 一方父母官向水神请愿 祈求天降甘露 为百姓驱走甘旱 风起雷鸣 天降降雨 庄稼得以保隐 百姓欢疼 为了答谢水神大恩 请当地最受欢迎的 大行散月中都秀前来现场 生诞尽莫丑 使出浑身解数 赢得了满堂彩 美好的生活 从中都秀那一档响彻 水神庙的庙音里声发了出来 这座大殿里面 有关于高尔福最早画面的记录 就在这个位置 垂丸图里的达官显贵 正在享受着 晨光里的垂丸之乐 王宫里的女子 也以梳妆打扮 开启了一天的生活 元代人的生活 也是极其惬意的 他们把水果冰在冰河里 就能享受到 夏日最冰爽的水果甜 就是七百年前 生活用梅的真实写照啊 这种取短方式 竟然可以离我们那么近 离我们更近的 却是这幅画里的麦鱼翁 麦鱼老翁 那两根诺诺深情的手指 可能就是当时的事态也两把 我们又何尝不是这个麦鱼翁 在大环境中 想要给家人稳定的生活 我们不得不委屈求全 可那是一种责任 背后的坚定和强大 是一种求生存的生命力量 我们通常能看到 历史的金涛骇浪 英雄的挥驰方球 却容易忽略那些时代背景下 同样创造着历史的 可爱的普通百姓 他们才是当时 最真实的历史写照 我很喜欢这里 不止一次地来到这里 来看这些壁画中鲜活的人生百态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我们 而我们是这个时代里的他们 水神庙壁画里 画着当地的水源 最羡慕的生活 最击苦的人间 风调雨顺的启愿 百姓至高礼仪的答谢 最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 遥相呼应 值得被骄傲的意义发光的 广盛寺上司 看似毫无关联 却又共同地表达着美好的起源 期盼风调雨顺 向往优渥的生活 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 民间工匠们用手下的话笔去写实 去创造 去描绘虽然人生有苦难 但一定不能放下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这是一种向好的生长的力量 是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驱动力